再過大約兩個多月快三個月 這櫻花就會盛開了 那這時候你來到拉拉山恩愛農場 這邊就會看到非常漂亮 主要可以看到像這顆是千島櫻 這邊還開滿很多的富士櫻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月月欲試了 這是在大概二月多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賞櫻花 那我們這幾天又來到雪山山脈來探勘 看景做拍攝紀錄 未來我們雪山山脈大縱軸 然後就做長期的紀錄 那昨天其實還蠻順利的 我們昨天凌晨大概五點就出發了 那一路爬 然後爬到保留區 那有特別跟林務局申請 那紀錄台灣山毛局的生態、四季的風情 那昨天到的時候還有一點點陽光 可惜一下就起霧了 所以真的是有的時候要等待 有的時候要趕快 那來到拉山一定會來到老朋友寶哥這邊 那來到這邊也很多次了 第一次是來這邊摘水蜜桃吃水蜜桃 那第二次來這邊賞櫻花 哇非常的漂亮 人非常的多 喔還有一次 那一次還有去爬塔曼山 那現在塔曼山也非常的熱門 很多人來從寶哥這邊 然後從後山去爬塔曼 喔不錯 那這次來 整個氣候都變了 已經穿起這個羽毛衣了 那時序今天已經到了小雪 剛好有一波冷氣團來 然後今天濕氣又很重 你看穿上羽毛衣 這是霧還是雨啊 喔又霧又雨的 所以相信在台灣的高山 搞不好這兩天就會降下真的是雪 所以這個節氣還蠻準的 那平常在寶哥這邊呢 這個陽台 露台這個地方喔 視野非常的棒 可以看到整個雪山山脈喔 包含主人喔 從巴伯庫魯一直延伸到復興間 那因為巴伯庫魯就會有一條比較大的枝脈 延伸過來塔曼 新北市最高峰 然後到拉拉山 然後到南叉 北叉卡堡一路下到烏來喔 是很長的一條枝脈喔 所以我們不管是主人枝脈 只要值得拍攝紀錄 我們都會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常常會來寶哥這邊來補景 因為這邊剛好可以整個看到 那個雪山山脈的主集這一段喔 在這邊拍非常的好 那景色也非常的棒 那這櫻花應該很快就會盛開 到時候就會非常的棒 今天不是Blue Monday 今天是白色的Monday 難得休息喔 因為就是起了這個大霧 所以今天不再上去了 昨天上去天氣比較好 那今天休逼一天啊 所以來找老朋友聊聊天 敘敘就 這邊來喝個好茶 但是這個季節水蜜桃還沒成熟喔 所以來品嘗這邊另外的農產品 寶哥好 那個好那個好 坐坐坐坐 好茶好茶 哇寶哥 我們才有試試看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猜猜猜猜 試試試試試試 這個 一聽到寶哥就充滿著火力啊 這寶哥的這個 非常熱情 然後這個 聲音非常的洪亮 精神就來了 好朋友回家了 哇 寶哥 今天沒有水蜜桃啊 那今天可以來品嘗什麼 哎 冬茶剛做好 冬茶 冬茶剛做好 來坐坐坐坐 謝謝謝謝 今天這個 起這個雲霧啊 寶哥 這個喝茶 你為什麼還要帶這個 我剛從茶園回來 哈哈哈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 哇 給吸這麼多 我這個公斤背了40年 我的個心 白天就要杯子才有工作啊 哈哈哈 來來來喝 謝謝謝謝謝謝 我不是軟姐 軟姐你要不要入鏡啊 一直有人來跟軟姐說好 對啊軟姐 來來坐坐坐 喝杯茶吧 我不是軟姐 軟姐進去 哎喲 怎麼有這種小孩啊 哎喲 小朋友好啊 你要叫救公 救公他不救 好OK 坐坐坐 寶哥這幾天天氣怎麼樣 呃 今天才變天 今天才變嘛 對 雲霧比較大 昨天好 天氣啊 昨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剛說櫻花大概是 2月初開嗎 今年會預計會 2月10號左右都會開了 2月10號 因為7點潤4月啊 所以今年可能會在 他潤4月是在4月 所以會早一點 可能會在今年的3月10號就發洩了 所以今年會提早 因為我記得你以前跟我講說 你只要228那天來一定可以看到 盛花 千萬不要228來 今年228一天才進來兩萬八千人 但是能夠進來農場只有三千人 兩萬五千人齁就 就在白走一趟就回去了 很失望的回去 哈哈 所以最好是跳開來啦 不要阿阿阿阿阿來 可以提早一點 2月10號來可以啦 2月10號 因為2月10號來是剛開啦 剛開 對 他就是開花10天 順了花10天 雕蟹10天 是這樣 所以這個呢 這個今年做好 剛剛做好的冬場 寶哥有人說你很強耶 那麼冷才穿一件襯衫 唉 十度習慣了 哈哈哈哈 但我們落差太大 都穿羽毛一樣 哈哈哈哈 習慣習慣這樣 謝謝謝謝 這桌子太大了 好宅涼 這個茶很好 這個做 畫面比較窄 所以像寶哥你這邊種 除了就是水明草 那現在還有種 茶 茶種26年 喔也種那麼久啦 你上次來你都沒有介紹用 啊茶 因為茶不會賺錢 因為要做良心茶不會賺錢 喔 你為什麼不會賺錢 因為良心茶產量會少 嗯 如果說你要農藥多的話 你喝起來又擔心 是 這個茶是人喝健康的 因為他 茶裡面齁 他有31種原料元素 喝健康 所以農藥一定要請注意 這個做到我們國家安全標準更低 哈哈哈哈 安全標準 國家安全 這是歐盟標準 歐盟標準 歐盟標準 謝謝 有人說要看你的正面 哈哈哈哈 正面 你比我剪接的時候更年輕 啊有嗎 67歲了還年輕 軟妹對你非常熟 因為他剪接要看100遍 哈哈哈哈 喝茶 喝茶會年輕 喔 這茶裡面有31種味料 所以喝茶 哈哈哈哈 今天雲霧太大了 沒關係沒關係 對啊 山上地方 軟姐昨天有鐵腿嗎 有 哈哈 軟姐 鏡頭比較窄 你犧牲一下當背景 好 沒問題 哈哈 謝謝謝謝謝謝 喔 今年算冷的比較早 喔 奇怪 你乾為什麼不笑 哈哈哈哈 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趕快講 你們什麼名字 你們講 欸鏡頭來就不講 哈哈哈哈 他們要水蝸牛 跟他們在一起才會講話 哈哈 水蝸牛 他們喜歡姐姐 今天男人 比較清幽啊 今天感覺遊客少了一點 馬魚條 變天啊 馬魚條 變天遊客就會少一點 對啊 像今年冷的比較早啊 就今年下雪的機率高不高 高 包括氣象淡水十度就是零度 我在這裡四十年的紀錄裡面還沒有變 如果是九度 這零下一度 十度像這樣今天就下雪 如果是零度 冰線 先下冰線 如果降一度全部都飄了 就下雪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裡溫度可以淡水 淡水為之 淡水包括氣象十度就是零度 所以如果說淡水大概九度啊八度一定這個就 所以這個茶為什麼喝起來跟前台灣省的茶也不一樣 它就是溫差的關係 每天有溫差十度 還有土質 這裡是片岩種出來的茶 你看喝起來很甜對不對 這個茶 那我們 我們常常會來這邊啊 因為 常回來 雪山山外的探勘啊 這邊 算是一個重要的據點 大麥你要不要介紹一下地點 有新加入的朋友在問 這是哪裡 我們現在目前在拉拉山的恩愛農場 那這邊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觀 像春天來啊 大概過了過年到二月份就有櫻花可以看 到櫻花 然後到了夏天 夏天就有水蜜桃可以吃 然後還有春天或冬天都有茶葉也可以喝 然後來到附近 可以去拉拉山那個 神木區 神木區步道去健行 然後去走一走 還是塔曼山 塔曼山很棒 分多金非常的多 那有很多的檜木巨木 紅塊 蠻值得去健身的 那如果你想再進街去爬這邊可以去爬塔曼嗎 塔曼山 然後塔曼山大概四五月會 杜鵑花會開嘛 對 台灣也升杜鵑花 很漂亮 台灣杜鵑 五百年了 那樹都是五百年 都是像姥姥一樣那個老樹 然後到塔曼山去 那一天可以來回 可以以寶哥這邊為據點 哈哈哈哈 歡迎啦歡迎 寶哥你最近還花了一筆錢去 去 我把那個塔曼山的那個路標齁 公尺樹做好了 喔 花掉兩萬七 哈哈 做了那個路牌 對對路牌做好 所以跟著路牌去 跟著路牌回來 才會走丟啦 不然的話 有的客人亂跑就走丟了 之前有人在這邊 對走丟 所以我才花那個牌子 做得很 一百公尺兩百三百 一直上去 這樣 一百公尺做一個 對 所以花了三十片 就三千公尺 那個塔曼山的距離是三千公尺 但是以前是從下面一百開始 我這一次把它改回來 從三千開始 但是最漂亮的路段 是在到一千六百五 一千六 因為到一千六百五到三千 都塌壞掉了 太多人 現在網紅一拍 每天上百人上去 把那個地毯步道 它變成泥巴 除非是改道 把它改成零線去改道 改天 改天我們這個地方上的義工 我會上去改道 改回 不要從那個泥硬的地方 就太多人踩踏了 對像這個下雨天 上百人上去 穿著雨鞋就踩壞 以前我 三十年前來 上面是像 可以躺下去 隨時走到那裡 就躺下去 躺下去 就蓬蓬的 像地毯這樣子 落葉 那個千年的落葉 就像 對啊 然後這邊除了塔曼山 有些人喜歡走 終極山的有一些 縱走路線 像巴塔摩 可以去 玫瑰西摩 然後巴伯庫魯 他們縱走 或走到冥池 又有人走到冥池 這樣下去 所以他這路線很多 不過如果說要走那種縱走 就真的要跟 有經驗的一起走 因為 終極山的話 就是常常雲霧繞啊 然後有些路徑不明 就比較容易迷路 所以爬終極山 呃 第一個是要 考量自己的體力 體力夠不夠 然後第二個要跟 有經驗 然後 呃 對山區比較熟心的 帶領比較好 不要自己亂闖 所以常常就是有人在這邊跑 寶哥你們還要去搜救 這就是救他們 這樣子 消防隊就氣了 要命了 哈哈 寶哥有人就請問 幾度的時候會下冰線 呃 零度就下冰線 呃 零度的時候他就下冰線 呃 如果 MIT的好朋友們 如果去爬山 也回來自己喝茶 免費招待 哦 真的嗎 對呀 我這個茶是良心茶 哦 天然的有機會管理 哦 做到歐盟標準 哦 趕快記起來 寶哥的 恩愛的良心茶 謝謝寶哥 只要說MIT台灣製的觀眾就可以 所以免費來嘗嘗 來看 對來嘗我請客 謝謝 有人問可以訂帆嗎 有折扣嗎 哈哈 訂帆也可以啊 但是 要打電話來啊 笨的話 不要禮拜就禮拜天 對啦 不要228 對 若是 在那種假日 或者是228這種 非常熱門的日期要訂 可能比較不容易 你要提早 已經都滿了嘛 差不多滿了嘛 還有 今天可以再分散一下 那個人量 因為民宿要把餐做得好 我是台菜師傅啊 所以餐做得很好 嗯 可以出來就不用自己帶來 嗯 來自己用餐這樣 欸很多人說記起來囉 哈哈哈哈 啊 實在是太高興了 因為這裡的 這裡的原物種的茶啦 高麗菜啦 水果啦 都 像水蜜桃齁 眼睛閉著 像我們內行的 這樣 喔 這個是外地的 這是拉拉山的 因為拉拉山的水蜜桃會回甘 那個味道不一樣 像梨山啊 是進口的水蜜桃 吃起來就是甜甜香香 但是拉拉山的地下村是奇異果 喔 這邊有種奇異果 我哪間開要不要 喔有啊 我哪一個可以開 我種了奇異果 我已經要自演畢業了 欸寶哥 有人說拿麥島的照片 可不可以打折 可以 哈哈哈 不過寶哥很熱情啊 然後來到這邊就 聽到他講話就覺得 很有精神 欸我們沒有 丁丁你要不要查一下 這邊的電話 有人在問電話 哈哈 還是去哪個名片 工商服務 工商服務 欸我們 想看這電話是幾個 空白空白 你要說拼經濟啊 拼這麼經濟 那我們這個 雪山山蜜桃的 其實一直持續在進行 那未來一定會 用某一種形式 來發表 那有可能是在電視 甚至電影都有可能 對我們 一個紀錄 一個地方都是 花很長的時間 那尤其是雪山山脈 全場有200多公里 然後他的山岳 從山雕角太平洋開始 從低海拔中海拔 一路到高海拔 他經過的山岳啊 非常的多 然後包含 一些中極山的湖泊 高山的湖泊 然後古道 然後還有很多 很特殊的動植物生態 像我們最近在進入 台灣三毛菊 不行 施交 大姐你拿一下 大姐 那大概 看三毛菊 最容易的就是到 太平山的三毛菊步道 這個是最容易到的 那像插天山區 因為這裡是自然保留區 就不能隨便進來 那 有限制大概每天100人 那要上完去登記 登記然後才可以 進入到 保護區這邊去爬山 那這邊不只是有 台灣三毛菊 那在平林那一區 雪山山脈另外一區 就有台灣遊山 那這兩種樹木 都是冰河結衣的樹木 那分布都蠻局限的 像三毛菊主要分布在 雪山山脈北段 尤其是 迎風面 像這個東北季風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人線上 往東北方 北方 它都伸展在那個 這一個面向 那像拍攝的話 它整個都變顏色了 那再過幾天 就整個都落葉 等待春天再發綠芽 到夏天就 整片是夏綠嶺的景觀 又非常的漂亮 他的名字叫做閃電 喂 你是在幫你們做課班服務嗎 我們家很幸福 就是他 你還把鞋子拿下來 騙一騙一騙 紅我 喂 你會搶進 你幹把鞋子拿下來 紅我紅我紅我 紅我 你幹把鞋子拿下來 拿去給媽媽 拿去給媽媽 還有人在問 小朋友的頭巾 有人在問那個 你們的領巾看一下下 看一下下 太熊來了 這個這個是奇異果 姐姐的 好 我要趕快移動 奇異果來了 這怎麼長得好像不太一樣 好像特別的細長 這個拉拉森的地下村是奇異果 這個奇異果會回甘 因為齁 大家以前沒有在做發現這個奇異果是 這個如果有管理好是怎麼打 一般你在外面看到奇異果 這個就是不蔬果 如果你一個開花一個 一個花苞的話 你留一個兩個就這麼打 這個就是留五個的 這個是留八個的 哈哈 這堆五四八啦 這個蔬果的話就會比較大 假如是這個 留一個的話會這麼長 會到這麼長 這麼粗這樣一個齁 所以台灣人的農業就是要精緻 就是要留少 就少這樣 這是奇異果 因為我種二十幾年 我種到母的 永遠不生 後來專家跟我講 你那才母的啦 所以要接公花下去 它就生了 今年生三百多個 所以這個是這個季節來 對 有奇異果可以生 我現在發很多苗 我去研發一些苗 送給我們當地的種 以後我會送給他們種 種的時候第二春 遊客來十一月就有這個東西吃 十一月 十二月 這個很甜 他這個 很奇怪 很甜 又會回甘 你進口的只有甜甜 沒有味道 你是台灣的農業 種一種都比國外的還要好 因為我們台灣海島氣候不一樣 是這樣子 尤其拉拉山 他種這個東西吃起來很奇怪 你梨山也有這個東西 但是梨山就是甜甜香香 甜甜的 就七個的味道 酸酸一點點 這個會回甘 很奇怪 拉拉山種的東西就是 以後就有了 以後你來我就請你吃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還要給它放到 有點軟 比較好吃 有點 真的是像 梅子那麼酸 喔 現在是很酸很酸 但是它 越酸的東西要轉換成越甜 很甜甜 已經有人說想買了耶 哈哈哈哈 我就要自己吃好自己 以後我現在 欸寶哥你要不要自己 念一下那個電話號碼 好多人在問耶 然後 因為我 沒有拍很清楚 聽清楚了 聽清楚了 要打電話 0931 342963 要喝好茶的人來找我 我這個 做到國家安全標準更低喔 所謂安全標準你懂嗎 我們台灣的農藥殘有10ppm 我這個是做到零點零幾 欸電話翔耶 電話翔耶 哈哈哈哈 我沒有標準這個 以後我要改做這個網路直播品 哈哈哈哈 比較快喔 你看我們要 老朋友 我們要募資贊助堂好久喔 表一個金錢的 這個茶葉喔 只做春冬啦 一般如果做春冬就不會賺錢 做春茶跟冬茶不會賺錢 但是 高茶 這樣 好茶就是春冬而已 像我師傅 像我師傅喔 蘇錦蓉蘇錦常在講 年輕人回去不要這麼貪心慢的 老大小孫家吃幾十的 為什麼 嚴肅會拿走 對 嚴肅 綠的嚴肅會拿走 為什麼新茶區的茶特別好 嚴肅充足 我們喝茶是喝鹽肅 不是喝什麼 你想這個也是有他的鹽肅 那會失焦 等一下 我要派阿公他是失焦 起狗鹽肅 高麗菜鹽肅 你跟閃電一樣來亂 水淋鹽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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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樣 我在試驗室才能夠看得出來 丁丁可以把旁邊這小孩帶走嗎 冬夜的開 我覺得呢 我應該幫寶哥開一個直播的節目 啊 我覺得寶哥來當主持人很厲害 沒有 40 點啊 生意一定會很好 容易 40 點的啊 共同一堂 40 點的 好可愛 謝謝 感謝感謝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寶哥 在我們今天可以休養生息的一天 來到恩愛農場這邊 來喝一杯好茶 然後跟小朋友去去就 規劃我們未來要來拍攝的 一些季節啊 歡迎歡迎 今天天氣不好所以我們休息了 沒關係啊歡迎MID的好朋友 全部回來 回來我招待好喝茶 謝謝謝謝 因為這次四季的景色不一樣 有人幫你把電話寫上來了 裡面電話在寫了 謝謝 謝謝啦謝謝寶哥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到這裡是 要關哪裡 好謝謝大家 最後再讓大家看一幅 霧中風景 這樣這樣 今天不是藍色的 星期一今天是白色星期一 就在那邊